好 继续来看看在大陆浙江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 他居然能够把珍珠从嘴巴里放进去 但是却是从眼睛掉出来 怎么回事 一块来看看 只见老先生把一颗珍珠放进嘴里 用力推呀推 挤呀挤 珍珠竟然从眼睛掉出来 老先生今年六十二岁是退休老师 这绝活可是打从他二十一岁就开始练了 原来部队战友的爸爸曾在北京天津山东学武 老先生传承这身记忆 现在不止珍珠就连三寸长的铁钉都能来去自如 这回铁钉是从鼻子进嘴巴出 让人看傻了眼 小朋友千万不能学 老阿贝可是练了三十八年 中天新闻李洛梅 纵话导 好 宝贝